506这一题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看到 主要我们可以从外面开始画 从外面这个地方开始画 首先的话呢 我们画六个圆 六个圆分别是 第一个圆的话呢 我们从外面算过来 用半径来算65 Enter 再来的话 按空白键再一次 再来是多少 58 再空白键 再一个45 再来按空白键再一个 25 再来按空白键 再一个 多少 17.5 再按空白键再一个 多少 13 总共六个圆 画完之后 我们先处理右边这个地方 右边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12 3 我们应该到这个地方 这一个圆 那这个圆的话呢 我们就画两 在它的四分点上面 直接画两个圆 第一个圆的话呢 是 10 Enter 再一个 5.5 画完之后 这边有一条线 这条线 从相切点 线 然后呢 从这个 相切点 点一下 有没有 到 角度的话 它 是多少 负的 所以我们这地方 可以画一条线 那长度我们假设是给它50好了 x 50 角度的话呢 是-30 记得是负的 -30 Enter -30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 圆角 所以圆角 REnter 5Enter 直接在这个地方做圆角 点一下 点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自动会把多余的线段给消掉 再来我们用什么呢 用近色的方式 那近色部分的话呢 就选 这 这条线 跟这个弧 然后直接 0度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这一边 然后把多余的线段 其实这个圆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它就工程生退了 接下来的话 把多余的线段把它修减掉 修减掉 再来的话呢 我们也是用近色的方式 把这一边 有没有 选取起来 然后呢 近色第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追这个中心点 然后拉水平 如果怕错的话 最好用正交 水平的话 点一下 再一次 好 近色 选的话 记得选这个物件 选这些 然后 这个 这个不用选到 好 近色第一点的话 就是从这个地方 拉垂直的 垂直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多余的线段 把它修减掉 左右的部分呢 就完成 左右的部分完成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 再来这个地方 不过 好像我们刚刚那条线段 那个圆 似乎把它删得太快 因为它 也是一个焦点 所以我再把它 画回来好了 其实 这应该是多少 1 2 3 应该45 好了 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再画一条线 这条线的角度 是多少呢 52 所以我们这地方 可以先点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小老鼠 长度给长一点 没有关系 给70好了 然后呢 角度呢 就是 52.5 52.5 Enter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的话呢 我们画两个圆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圆的话呢 它的半径是 6.Enter 再一次 然后这个是 3.5 Enter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呢 其实这条线呢 就可以拿掉了 再来左边 它的切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圆心过来 到切点 用极座标好了 相切点 所以 这边有个相切点 相切点 有没有 点一下 好 那要这条线延伸出去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线可以拿掉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延伸 然后 空白键 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同样的方式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用 用那个 旋转的 或者是再一次 也可以 再一次 点这边一下 然后到什么呢 相切点 点一下 好了 直接用什么呢 延伸 按空白键就好了 点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两个线段 这两个线段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要的其实就是 外面这个线段 所以里面的部分呢 就可以把它 修剪掉 好 那 这边的话 再留哪里呢 留 这边也不要 好 那最后还有一个圆角的部分 里面还有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 R Enter 2 Enter M Enter 那就这个地方把它打圆角 圆角 这边打圆角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部分 最后呢 就用什么呢 这个 阵力 后来我们用那个啦 用这个 镜射的好了 镜射 然后把这部分 物件选取起来 好 然后 直接 拉 垂直的 好 再一次 好 然后拉水平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 我们把对的线段 把它删除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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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就 就完成了 好 好 把画面还给